大型四算表,99乘法表應該都會,1乘1等於1,1乘2等於2,就是上面是乘數,下面是被乘數 那你要把公式寫出來,所以這邊的話,當然你可以用串接的方法 那串接我希望怎麼樣,上面的東西有沒有,串接一個乘號,所以乘號用X來代替 在AND後面,記得這個是一個字串,AND什麼呢?AND它前面這邊,1乘1等於,所以這邊的話AND再加一個等於 在AND什麼呢?兩個相乘的結果,這個乘這個打勾,然後把它置中一下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向下向右,做一次就完成,那該怎麼做? 當然你現在第一個向下一定不OK,為什麼呢?因為你上面這個B1有沒有,你沒有把它固定下來 但是這個地方,特別注意,你只能夠鎖藍或鎖列喔 因為我等一下可能會向下,也會向右 所以呢,你向下的時候呢,那你只能夠鎖什麼?鎖第一列 所以呢,B1的地方,特別注意,1的地方請你把它鎖起來 有沒有,B1的1啊,為什麼?因為我一直,1一直都在上面 OK齁,然後打勾之後,基本上你向下填滿,應該沒問題 接下來當然你向右填滿,應該不OK,為什麼?因為你向右填滿的時候是藍號增加 可是我的,這個背乘數是在A藍 那可是我向右填滿,它就會變什麼?本來是A,會變成B,會變成C 這個是固定嘛,反正填滿一定會這樣,對吧 所以怎麼辦呢?那請你怎麼樣?把A藍給鎖起來 只要看到A藍有沒有,把它鎖起來 加一個錢的符號,打勾之後呢,向下,向右,放開,99層發表,就完成了 應該可以理解啦,反正這工作裡面很常用到,藍跟列的鎖定方式 這是第一個,所以特別注意喔,往後啦,其實這個很好理解 就是如果你的標題列在第一列,你就把第一列給鎖起來 如果你的標題藍在A藍,你把A藍鎖起來,其實結果就出現了 OK,所以一個大型試算表,你就向下向右,一次就做完了 不然的話你如果不會藍列鎖定,這概念不清楚的話 恐怕你要做很多次,才能夠把一個試算表給完成 那當然一般效率就很差了,OK,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我們如果用函數 所謂函數就是說,我今天喔,我上面是有1到9的編號 但是我今天我不要有編號,我希望我這個編號是去抓藍跟列號 所以前面有講過嘛,你可以用插入函數裡面 檢視與參照裡面呢,有一個叫column column可以抓到什麼,column可以抓到他現在在哪一籃 row的話呢,可以抓到哪一列 那我可以怎麼啦,比如說一樣要產生1,乘1等於1 但是我不是用我那個編號,而是用column 那column我只要原來的這個儲存格嘛 所以它現在是1啦 那乘的話當然就是一樣 end,end一個x的符號 然後再end什麼呢,列號,所以我直接打列好了,row,小刮鬍 然後再end什麼呢,end我後面要一個等號 等於什麼呢,end就把兩個相乘 所以column乘上row,偷懶一下,可以把這個拿來複製貼上 改一下這中間,把串接符號改成乘號就可以了 就是真的相乘,打勾,那把它置中一下 你會發現column跟row非常好用 你向下,向右填滿 6,7,8 向下 99層發表 也就產生了 ok 所以基本上column跟row很多地方都會派上用場 因為你為了要產生某一個數字自動產生之後 你就可以有一個邏輯去抓取某一個範圍的資料 這常常會遇到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公式 就這一個 跟函數 這個 再來呢,後面當然有VBA 那VBA是什麼意思 VBA就是按一個按鈕 用VBA幫我跑完 ok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請各位試一下 然後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 再來的話 VBA 那這個做法上面 基本上 第一個當然你1到9 1到9 這個自己輸入 再來就是說 我要輸入的範圍在這邊 所以根據前面講過的九指文法表 它的概念大概就這樣 for I 一定是列 第二列到第十列 for J 多一個J 前面是I 只有列 這邊會多一個J 指的是藍 第幾藍呢 等於第二藍 一直到哪裡呢 一樣是到J 一樣是到第十藍 所以 它的概念一樣是2到10 接下來 因為 I跟J的位置 剛好就是符合 這個 它的順序一定是由 左到右 一個一個幫你做 做什麼呢 做輸出 那輸出的部分的話呢 實際上 你前面可以用一個Sales IJ 來表示 我要輸出的位置 然後呢 分別輸出什麼 公式部分的話 就按照剛剛 我們的那個 一樣的邏輯 就是說 我要抓的基本上 那當然我可以用 I跟J 其實可以把那個公式給組起來 所以這個地方 特別注意 I是從2開始 所以 那你從2開始的話呢 假如說 我要得到的是1的話 那勢必你要先把 I的值先減掉1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這個VBA程式 第一個一樣是插入一個模組 第二個如果我今天要輸出的是 這個範圍裡面的資料的話 那把回圈的部分先跑出來 我剛講過的就是I跟J 後面都是2到10 前面的話是要輸出啦 那因為我會有一個藍跟一個列 它會先跑一列 哪一列 第二列 然後呢 再跑 藍 所以呢 它會把第二列的每一藍 每一藍先做完之後 再換第三列 第四列一直到最後 所以基本上一定是橫向的 那裡面的話 後面的公式呢 基本上我們可以串接啦 那我剛講過 前面的部分的話 是J J的部分 那實際上就是乘數是由藍來決定 那因為它的數字是從2開始 所以其實把它減掉1 那就從1開始 後面的話呢 乘上什麼呢 I-1 那等於什麼呢 等於這個地方 會有相乘的 不過特別是因為前面沒有刮斧 主要是因為它不會被影響 因為前面沒有 先乘除後加解的問題 先乘除後加解 所以這個地方呢 先把它刮斧起來 再做乘的動作 不然的話 如果你沒有加一個刮斧 它可能會先把這兩個相乘 再去做減的動作 所以這邊的話 我們做完之後呢 就可以看到 把這個結果給輸出 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 我們來看一下 我把它設個中段點 輸出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I會先做2 這個也是2 所以輸出一個 1乘1等於1 Nesser Nesser是NesserJ 所以J的話變成第三 那也就輸出到第三 有沒有 這樣輸出 OK 它會先整個怎麼樣 把一整列先輸出完 然後呢 在Nesser 這個時候Nesser指的是Nesser I I的話變3 所以輸出 OK 那你可以一個一個把它輸出 基本上呢 底下都一樣 所以把它整個全部執行過 OK 那你可以看到 也是99成分代表 把它輸出 但是 可能之前有同學 輸出完之後 我會想說 老師那 我如果需要輸出的時候 同時幫我置中的話 怎麼辦呢 那其實 置中的部分的話 當然你可以怎麼樣 在輸出的過程當中 直接怎麼樣 輸出完之後呢 你可以針對這個儲存格 I跟J這個儲存格 不過 刮弧最後再加 為什麼呢 因為你加個刮弧之後 你點下去它不會提示 那在儲存格裡面 有一個屬性 這個屬性的話 就是我要水瓶至中 水瓶至中 水瓶至中的話 它其實這個屬性名稱就是 一定是水瓶是Horontal 有沒有 然後呢 這邊的話呢 你打一個H 其實這個答案就出來 它叫Horontal的 這個屬性有沒有 實際上就是 我要水瓶至中 OK 然後你把它點兩下 或按空白鍵 等於什麼呢 我要至中的話 後面呢 你要告訴它 至中的一個常數 常數 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它叫XL Center 前面是XL 指的是 它是一個Excel的一個常數 那我就後面加上一個Center 那表示說呢 我要把某個儲存格做至中的 因為我刮弧沒加 所以這個如果你直接 現在同學 有時候忘了加刮弧 就變成 所有這個工作表裡面 所有儲存格 通通至中 所以你記得喔 最後再把刮弧的 補上去 指的就是 我輸出的這個 儲存格 幫我至中 OK 那做完 多加這一行之後 其實你可以發現 清除 至中 有沒有發現 這個時候呢 儲存格就是 一樣啦 如果說你要 靠左靠右的話 你只要把XL 後面Center 改成Left 跟Right 其實就可以達到 你要的這個效果 好 這個部分的話呢 是有關就是說 如果用VBI 輸出的話 該怎麼做 那後面當然 我有幾個變化題 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希望 假如說 能夠被三整除的列 幫我變成 類似像這邊 這邊的結果 橫向 如果我希望能夠橫向 只要是能夠被三整除的列 幫我做 加一個格式動作 或者是說 斜邊 假如說怎麼樣 斜邊 斜邊有個共同點 就是 乘數跟被乘數 它兩個相等 那我要怎麼樣 讓它加顏色 這邊我可以用幾個方法 但不外乎 我可以用那個 設定格式化條件 另外當然還有對角線 除了這個之外 這個也可以 一個對角線 對不對 那怎麼做 那當然 我想各位試一下 當然VBA 也可以用VBA來完成 兩種方法 那要怎麼做 不過這邊可能要特別注意 能夠被整除 這邊可能會需要知道 有一個函數 叫MOD 這個MOD的話 跟中華電信 一點關係都沒有 OK 這個是 VBA Excel裡面的一個函數 那個函數 其實 主要的目的是 除以多少的餘數 就是求餘數 那後面的話有個3 表示說我除以3之後 餘數如果等於0的話 才去做後面的格式 所以特別注意 請各位先試試看VBA部分 那等一下再來看一下 有關那個設定格式的部分 畫面先還給各位 有關